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罕见都能够起到使对方了解来人的身份方便得到对方信任和支持的作用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介绍信并非是现代社会的发明 它在中国的汉朝就已经被发明并且使用了 而且更有趣的是在汉朝还有一种特殊的介绍信 它所联系的对象并非普通的机构或者个人 而是阴间冥府 今天我们就通过一次考古发掘 来向您讲一讲一封写给阎王的介绍信的传奇故事 1975年6月5日傍晚 在距中国湖北省荆州城北约五公里处的楚国故都济南城凤凰山 168号汉墓的发掘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这个季节的湖北天气已经十分炎热 考古队员们已经汗流浃背 但他们顾不上擦汗 因为这座墓葬的神秘面纱马上就要被揭开了 终于在地表以下八米深处 考古队员接触到了果盖 这让大家感到无比振奋 队员们开始迫不及待地清理起果盖表面的泥土 突然一道裂缝赫然出现在人们眼前 这个裂缝大到足以将手伸进去 在汉代 一帮棺材外面还有一到两层由多块木板组成的外壳 这层外壳被称为果 在果室中除了放置有棺材 还盛放着随葬器皿 可以说外面的这层果板是棺材重要的一个保护层 果板破损意味着里边的尸体保存状况不佳 发掘现场的专家看到棺果破损严重 认为棺材内可能不会有尸体 所以当时决定开棺 但是当现场工作人员打开果盖后 结果发现里面还有一个保存较好的棺 怀疑可能还有尸体 这让现场专家看到了希望 他们希望在这个棺内可以像长沙马王堆一样 发现一具古尸 为了不使棺内尸体遭到破坏 专家们决定将棺果运到当地博物馆 可是当棺材被吊车吊起后 大家发现 在外棺上也有一道明显的裂缝 而且从这道裂缝中有大量的液体流出 这让人们心底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 于是原先为秃土古诗而作的一系列应急准备 都被撤掉了 开棺现场仅留下了一名 从附近医院抽调来的医生 由于有裂缝 外棺很轻松的就被打开了 可是内棺的开启却异常费力 大家赶紧找来了木蝎子 用小锤轻轻敲击 棺盖被慢慢打开了一条缝 一股浓烈的白烟从棺内冒出来 难闻的气味瞬间弥漫了整个房间 现场工作人员看到一只手 从棺材缝起中伸了出来 看到棺材里果然有古石 工作人员们都很兴奋 迫不及待地打开棺盖 一堵究竟 开棺以后 大家都被眼前的所见给惊呆了 只见一个全身裸体的男性尸体 头发和皮肤全部都没有了 就像一个老头睡着了一样 为了对尸体做更气质的研究 专家们决定将尸体送到荆州卫生学校 并请国内医学专家为尸体进行全面的体检 那么医学专家会在这具古诗上找到什么重大发现呢 而这具古诗又是谁呢 很快 古诗被护送到了荆州卫生学校 从全国各地紧急赶来的医学专家们 给他做了全面的体检 体检中 大家发现古诗全身柔软湿润 软组织还有很好的弹性 根据体检结果 专家推测 死者年龄大约在六十岁左右 身体保存相当完整 不仅如此 专家发现连他的耳膜都还在 而且老人口中的三十二颗牙齿整齐牢固 就在检查老人口腔的时候 一位细心的医生发现 有一块异物卡在了他的嗓子眼 医生小心翼翼地将异物夹出 大家仔细一瞧 原来是一枚汉白玉印章 印章上面刻着一个随字 这会不会就是老人的名字呢 现场的考古专家突然想到 他们在清理果室里的随葬品时 曾在果室的头箱中发现了一片长 二十三点三厘米 宽四点四厘米的竹毒 上面依稀有字的痕迹 竹毒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 用来记载文字的较宽的竹片 京州文物保护中心的专家 赶忙对这片竹毒进行了清洗 并且做了脱色处理 竹毒上的字迹开始逐渐清晰起来 竹毒原文是 十三年五月更晨 江陵城赶告地下城 释养古夫随自言 与大奴两等面八人 大帝一等十八人 摇车二胜 牛车一辆 四马四匹 六马二匹 骑马四匹 带着人马财物到阴间报到 希望阴间接纳他 并给他与在阳间时相应的职位 专家解读后 发现这是一封江陵县县城 于汉文帝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一百六十七年的 五月十三日 写给皇权之下的官吏的一封信 这封介绍信 就是我们常说的告地书 也有的呢 称之为告地下官吏书 实际上呢 就相当于我们生活在阳间的当地的官吏啊 为这位死者啊 给地下官吏开具一个官方文书 或者是介绍信 那么阳间的官吏 为什么要给皇权之下的官吏写信呢 而这封介绍信的主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在今天看来 竹读上的文字内容有些荒诞可笑 但是对古人而言 此举却是一种虔诚的投地 并无辉谐戏谑之一 在誓死如是生的时代里 人们也自然会认为阴间与阳间一样 有着三六九等 既然生前誓之以礼 死后葬之以礼 寄之以礼 那么王仁在阴间也应该享有等值的级别与生活品质 专家介绍说 告地书出土的地点 主要集中在中国湖南湖北地区 时间集中在西汉早中期 这一状况与当时这一地区乌风盛行密不可分 从这篇读读上可以得知 牧主人名隋 这和印章所提供的信息相吻合 而且还得知这位老先生是江陵西乡市杨里人 生前的爵位为武大夫 那么武大夫的爵位究竟有多高呢 专家说 在汉代爵位分二十级 武大夫在汉代的二十级爵位中 属第九级爵 在汉代 此爵位只能赐给奉录在六百旦以上的官吏 比县令职位要略高一点 隋大夫生前的爵位和现在的父亲级差不多 这组墓制奴彼勇是墓主人的隋葬品 共四十六件 其中男奴二十八人 女弼十八人 梳着其耳背头的是男弼 长头发的是女弼 他们的数目与诸读上的记载分毫不差 由此可见这168号汉墓的墓主人生前现实生活的奢侈 但是生前生活如此奢侈的人 为什么出土时却是衣不蔽体 而这位隋大夫的尸体千年不符 是否与此有关呢 根据专家对隋大夫尸体的仔细研究 最后专家推测 尸体千年不符 是因为官果的密封很好 同时深埋在底下 避免了与空气的接触 而棺内的棺叶是一种防腐药剂 它不仅不会腐蚀尸体 还有很好的防腐效果 这些都使得尸体得到了较好的保存 而根据现场考古专家的介绍 其实隋大夫出土时并不是完全裸体 它脚上穿的一双马鞋 这双鞋为双肩翘头方驴 制作非常精美 是迄今发现的时间最为久远 且保存最为完好的马鞋 被考古界称为天下第一鞋 由此专家推测 隋大夫下葬之前身上应该穿着华丽的衣服 只是可能俗着年代的久远 而被腐蚀溶解掉 这句隋大夫古诗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年代最早 保存最好的一句男诗 如今呢 他静静地躺在中国湖北荆州博物馆的展厅中 引来各方游客的惊叹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国宝档案官方微博微信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